在台湾,最受欢迎的元宵节活动非逛灯会莫属 而每次灯会中的主灯造型也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1月13号,2020台湾灯会主灯造型在台北元山饭店亮相 以森生守护光之树为名的主灯将以原木板片结合钢结构组成 打造一座超过15米高度的巨大树木形态 值得一提的是,2020台湾灯会将打破主灯只能远观的传统 民众届时可以在主灯下自由穿梭 走进主灯内部一叹奥妙 从春节到月亮渐渐的圆满这件事情 那它也是一个小的过年嘛,小的新年 那所以呢,我觉得那个意义非常的强 其实那个提灯这件事情有一种温馨 有一种和乐,然后有一种凝聚力 有一种把光放到黑暗里面,让那个黑暗变成有光 2020年是农历鼠年,以老鼠取亲故事为创作灵感的灯会小提灯,也亮相当天现场 腰部跟颈部都设计了关节,那加上这两条细带,就是利用简单的七丝木偶的原理 然后呢,小朋友在哪的时候呢,他可以互相的鞠躬,卖堂 但是冬快一点的时候呢,就很像在跟大家拜年恭喜,非常的可爱 始于1990年的台湾灯会,一直以传承民俗技艺为宗旨 每年元宵节,灯会主灯造型皆以该年生肖为主题 辅以复灯、祈福灯区、欢乐灯区等多元花灯艺术 据悉,今年台湾灯会将于2月8号至23号,在台中市厚里森林园区举办 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